我們叫MyAdapter 也要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那個 Activity給他 去告訴他說 現在這個主控權 Controller 是由誰去決定 那這樣子的話 他才可以幫你 把你要的圖 放到那個 Gallery裡面去 其實邏輯如果你 懂的話 通的話 很快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邏輯 很多人光看到 這剛開始Adapter就頭昏了 尤其是建那個MyAdapter的時候 那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提供一個 我剛有提供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只要打完之後 他會自動建那個方法 總共有四個方法 那理論上 一般書裡面不會跟你講 自動產生 像 好像有同學去買了這本 其實我這個就是從這本 就是什麼 初學特訓班 這本賣得超好 他已經到第四版了 而且一版 我看都是十幾二十刷 一刷大概應該有一萬本吧 哇 那銷量真的很可怕 那裡面的話 就從這邊出來 但是書裡面沒有跟你講到的 就是自動產生的那一塊 他給你就什麼 給你結果 結果 所以很多人買書回去之後 怎麼辦 就只好自己在這邊 CALL CALL完之後那個方法 可能也會打錯 打錯就讓不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 我是建議 Eclipse有很多自動化的功能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因為可以避免掉很多 Bug的發生 因為如果它自動產生的話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生過 就是程式錯誤的問題 如果自動產生的話 那所以我特別強調 自動產生 如果有就自動產生 還有另外第二個就是 因為它傳一個 所以必須要增加一個建構值 我不知道建構值 Java的課應該都有提到 那只是說有的同學 對那個建構值還是似懂非懂 因為它的名稱 跟CALLS名稱一模一樣 但是呢 看起來又很像是一個方法 但是它又不是方法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是 它可以 建構值可以不止一個 而且可以傳好幾個參數 所以建構值不止一個 然後反正是相關的 我想如果對建構值不熟悉的同學 請各位 去重新再看一下 那個Java 那個建構值 那個章節 那這邊的話 也稍微有提到 那另外就是說 去載入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在Gravity上面 增加一個Listener 那個Listener的話 跟Greview又不一樣 Greview是 OnItem Click 對不對 Click 那Greview是OnItem Slade 對 欸 就是不一樣 它其實就沒有統一 這是很頭痛的 好 你們可以找找看有沒有更好的說法 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 這部分的話 就是只能靠 可能 因為 對